去年因为疫情影响而停办的光丰地区农会建筍饗宴 随国内疫情趋缓农会决定今年要恢复办理 而今天也结合了泰巴朗部落建筍产区八家的外汇业者 召开建筍饗宴发表会 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今年配合疫情仅规划100个桌数数量有限 即刻起开放预定 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去年因为疫情而停办的建筍饗宴 光丰地区农会今年决定恢复办理 今天上午邀请了泰巴朗部落建筍产区的八家外汇业者 推出色香味俱全的建筍饗宴料理美食 邀请大家一起来呈现 欢迎大家来品餐 八菜一汤的建筍美食 饗宴料理以建筍为主轴 搭配在地生产的石令蔬果 部落特色食材 从鹿桥咸猪肉以及建筍组合的原野拼盘开始 接着建筍石令鲜酥 阿样咕咕咕鸡 酸菜蹄旁到腊肉甘蔗腥腾腥排骨汤 鱼酥红黑糯米饭以及红烧涌泉雕 每一道料都实在产地新鲜直送 要让消费大众大饱口福 然后建筍最主要是建筍两半 建筍建筍两道我们是用两道的酱料来裹得 来腌制的成分是有香酥的还有焦糖口味 那味道是比较重一点 建筍享宴料理食材从产地新鲜直送 外汇业者下手不手软 定价成本4000元的桌餐美食佳肴 光丰地区农会认购补贴1000元 让消费者只要花三张千元大钞 就可以享用这一整桌的建筍美食 我们的活动举办时间预定在3月20号 到时候我们会寄我们的勤检通知单来做确定邀请 在疫情考量下 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今年恢复办理的建筍响宴大餐缩小规模 仅推出100个桌数数量有限 即刻起开放预定 乡亲民众动作磕得要快 推广部电话是03-870-5206 03-870-5206来接受订购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总之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